我们先来看一个段子 科技类大佬微博的汇总 那开普他每天发的内容是什么 心灵鸡汤 加上他自己创新工厂的一些软广告 加上美食 加上英语 加上苹果 Google 微软 都天天都在发这些相关的内容 那薛蛮子呢 前段时间很早是在打拐 那不断的每天在转花 在发那些比较热门的微博 发一些历史的微博 那最后就是刷屏 那薛老师每天 我估计每天早上六点钟爬起来 就开始刷屏 第三个就是周鸿毅 每天聊的微博就是三六云又立功了 金山是傻叉 听天都在讲这些东西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每个微博 它都有它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主题定位 我们通过看到每个大佬的头像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出来 这个微博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做好一个微博的内容定位特别的重要 怎么样做一个受欢迎的微博呢 那必须遵循下面四个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寻找到你的受众是谁 第二个就是寻找一个热点 第三个就是寻找差异化 第四个是寻找世界 我们做一个微博的内容定位的时候 我们就先想一个问题 就是受众它是有哪些地区的分布 行业的分布和年龄的分布 那这个是通过百度指示 我们看到微博的一个新浪微博的一个受众分布 最高的肯定是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这互联网发达的几个省份 所以如果我们在发微博的时候 定位为全国性的微博 往前面前五名前六名的这些城市进行优化 那获得的回馈获得的互动也是非常大的 受众的年龄分布也是我们重点要参考 年轻人肯定是居多的 大部分是17到19岁的同学 20岁到29岁的 大部分都是白领 上班族 还有包括一些上学的大学生 那刚好在我们的微博里面的受众 也是这样的反映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教化 我们的星座 我们的语录 大部分都是这种正态分布的情况 所以我们一定会找到 这些用户最感兴趣的内容 下面是微博的用户行为分析 每天微博的这些用户在干嘛呢 有46.4%的人在自我表达 自我抒发 今天我吃了什么 今天我窗了什么 今天我跟男朋友出去逛街 逛了些什么东西 那21%的人在潜水 就像我这种用户 开微博开了一年多两年 但是发微博的条数才100多条 这就是属于潜水类型的 但是每天都有上 你发私信我也照样看得到 那第三种呢 就是讨论参与型的 会评论的 占16.4% 最后是社交活跃型的 就像薛蛮的老师天天刷屏 所以微博的大概的用户的分类 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用户 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 优化我们的内容 第一集就是需求量最大的一定是 笑话 段子 雨露 星座 那如果都被很多的草根都发完了 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光微博怎么去找到那些好内容呢 一集一集往下渗透 别人花笑话 我可以发一个趋性的笑话 别人花趋性的笑话 我可以发一些 北方的 北京的 就是现在刚刚发生的一个笑话 就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今嘛 第二集的就是 稍微少一点的 电影 音乐 旅行 美食 最后呢 第三集我们会细分到 时尚 娱乐 创意搭配 这也是跟大众息息相关的 就不一定每天 观光微博都得发笑话 每天观光微博都得 花一些星座 雨露的东西 我们不一定要随着大流去做 怎么样去寻找一个 微博的差异化 我们每天发的内容 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太一样 既不跟那些微博的大户去做竞争 又能够保持自己微博的主题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们知道微博里面做了很多的时尚 什么全球时尚 什么全球时尚潮 都有 这是最大的一个需求 而且也是年轻人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呢 是太多人在做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定位 我们可以从时尚的这个大类里面 细分出一个 穿衣搭配的一个 二级分类 从穿衣搭配里面 又可以细分一个很明确的 就是跟那些明星们 学习怎么样穿衣 怎么样搭配 那做这个微博 效果怎么样 非常好 一天真了 用户5000个 你会从大的类别里面 筛选出 细分出很多 可以不断地传播 可以找到用户的需求 因为大家都有好奇心 那些微博里面明星 天天穿的那些好看的衣服 都从哪里来的 淘宝晚上有卖吗 我在现实中 哪些店可以买得到 到底是哪些牌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从时尚 这个大类里面 细分出的 创意搭配 还可以细分下去 大家自己思考 我们可以从微博的 微话题里面 找到一些 最近热门的点 那最近比较热门的 像那个 最霸气的 街民的PK 还有那个 普通和文艺 二逼青年的比拼 我们可以通过 这些热门的事件 找到我们每天 要发布的内容 那这些呢 好玩的点子呢 都是通过网民 是会去创造出来的 我们只要通过 抓取这些微博的热门事件 我们可以衍生自己的内容 比方说 你可以把你的品牌 你可以把你的企业 你可以把你企业里面的 内部的人员 制作成这种格式的形式 普通青年 文艺青年 还有一个什么青年 这也是一个案例 还有 这也是一个案例 这都是微博来的 这不是我说的 所以这些内容呢 它可以通过一个主题 可以不断地扩展出 很多新的版本 那通过这些新的版本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很多优质的内容 可以从这边产生出来 前段时间 我们乔老爷子走了 乔无事事事 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很多人就看 那我觉得 下面还是有一些事情 可以做的 那第一件事情 很多人 在微博上就传了一些语录 发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传得也非常的好 第一个就开副的 那乔老爷子那天 试试的时候 10月6号早上8点 扒了一条微博 转发4万次 这就一定是 死试的热点 才能转发这么多 那第二条 一样 转发了88000多次 这就是很多人 在这些微博热点的时候 在做了一些什么 那第二个人 做什么呢 卖撰计 这就是商业行为 那一个时代的伟人 走了之后 那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思想 是非常宝贵的 我的一个朋友 做了一个 悼念乔布斯的一个应用 让很多网民进去悼念 下面就推荐了一些 乔布斯的书 而那些书呢 都是带链接 可以拿分层 可以赚钱的 那就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事件 和商业的行为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又不会让用户反感 是不是 这就是通过这件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的 第二点 商业行为 第三个 卖产品 我们可以附带的 在一些悼念 主题里面 加入这些元素 很多的微博文销公司 都这样做的 效果非常的好 第四个呢 聚乔粉 所以乔布斯 逝世的那天 是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的 一个热点话题 那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微博 八个关注 七千多个粉丝 才发了25条微博 为什么短时间 真的拒绝了这么多人呢 这就是通过一个热点事件 大家都想了解 乔布斯的人生传记 然后乔布斯的那些经典的语录 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微博的产生 所以在这种热门事件的过程中呢 就把这些微博做出来呢 可以聚集很多这种相关的用户 相关的粉丝 那在内容定位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 下面六点 否则就会吃亏 第一个就是实证的问题 实证的问题是非常不适合 在企业的微博里面传播的 第二个就是谣言 第三个就是低俗的内容不能发 八卦的内容不能发 刷屏的事情不能干 光聊的这种沟通的方式不可以有 内容的定位 一共六点 所以做好一个微博的内容定位 特别的重要